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米 今天呢要來做一件我人生中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就是我要來挑戰化一個健康膚色的妝容 那為什麼會想拍這個主題 主要是因為台灣大部分的女生對於 膚色還是比較追求白皙然後美白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近年來可能因為 歐美的一些那種小麥色膚色的風氣崛起 也越來越多女生喜歡就是那種 自然的小麥色的肌膚 然後我自己也從來沒有想像過 如果我真的曬黑了 然後我是小麥色或是健康色的肌膚 會是長什麼樣子 那就想說不然就來畫看看好了 搞不好會變成另外一個新的突破 或者我會覺得好像蠻適合我 那我就把它曬黑好了 好那今天呢我會除了畫成健康膚色的妝容之外呢 我也會搭配一些近期的新品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就順便來玩一玩 然後畫成一個妝容給大家分享 算是一個輕鬆的影片 就請大家抱著輕鬆的心情觀看 OK那我們就來畫妝吧 好那第一個最重要的步驟 我們就先來上一個健康膚色 然後我那天找了我手邊 真的都沒有那種很深很深的粉底 我先找到了這個露華濃的180 它上面是寫健康色 可是我覺得它又沒有真的會 視覺效果不夠好 所以我就翻到我有這個 Essence的這個深色調和粉底液 它就是適合給如果你不小心買到太白粉底液 可以去調稍微深一號這樣子 然後我這個我也沒有用過 所以我就來Mix完看看 點在手上 混粉底 這個 喔好深喔 好像巧克力醬 好不知道混起來會變成怎樣 好像在做甜點的感覺 好像那種什麼巧克力慕斯啊 提拉米蘇之類的 喔有有有有變深了 我想像等一下這個膚色畫到我臉上 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好給你們看一下我調成這個顏色 那我現在就來用美妝蛋上妝 哇靠好深喔 這樣應該有變黑吧 好像我臉髒掉的感覺 有慢慢感覺出來我的皮膚暗了一點嗎 好稍微上了一層變成這樣子 好像不夠黑耶 再黑一點好了 再你們比對一下我的手 我的臉已經比我手黑一號了 再多加一點點 鏡頭上還好 但我現在照鏡子我整個人已經變成那個咖啡色的人了耶 你看我的手 跟我的臉 好我覺得有畫妝容可能會感覺比較有差異性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上眉毛 今天眉毛打算用這個植村秀的五式刀眉筆 想像畫一個比較俐落的眉型 這是暗灰色 那歐美的妝就是比較調眉的感覺 我今天刻意慢慢把眉毛畫成比較俐落的感覺 好眉毛畫完了 但是我的眉毛真的是太淡太細了 我想說稍微用睫毛膏來增加一點毛流感 好 而且我剛剛在畫眉毛的時候發現一個小確幸 就是我還沒遮我的黑眼圈 但是因為我的膚色現在太深了 所以跟我的黑眼圈顏色好像差不多耶 所以我應該是要曬成這樣 然後我就沒有遮黑眼圈的煩惱了嗎 好再來眼妝呢 我們用這一個Fresh O2的這個獅子王的眼盤 然後因為他是那種比較大地霧棕色的 我就先刷大面積在眼窩的地方 先在這個好了 會不會刷上去看不出有顏色啊 這是大面積畫到的眼皮 不知道是什麼 膚色變深了 整個用色都大膽了起來 然後下眼皮也畫一下 然後再來我用指腹去沾這個金黃色的地方 就覺得好像眼皮中間應該給他一個亮點 它還蠻顯色的 稍微拍開來 最後眼尾我用這個 Chara跟蘭蔻的聯名盤中的眼影 比較深棕色的部分 加強它的深邃感 會帶到一點下眼皮 接下來我們用這個KISS ME的 林竹麗絲滑濃黑眼線一筆 夏日限定的包裝 它上面有那個貝殼的圖案 然後這是濃黑色 我就畫一個稍微比較誇張的 微貓眼眼線 先往外拉出去 這樣 然後 這邊也拉出去 把它們填滿 最後再往前帶 那因為今天妝比較濃 所以眼線可以稍微再加粗一點點 沒有關係 再來呢 我要用那個KLIO的假睫毛 因為我睫毛實在是太短了 這樣很沒有張力 所以 我就用它的這個C 我之前在韓國買的 這台灣應該目前還沒有 好久沒有黏假睫毛了 希望不要太生疏 把它著重加強靠近眼尾這邊 等它乾一下 再用睫毛夾 稍微把它 真睫毛跟假睫毛 融合在一起 有了 然後再用睫毛膏 1028的紙 去刷我的下睫毛 好 第一再來我的腮紅 想用這個 Benefit的三色盤 然後我要用最左邊的這個 Galifornia這個色號 畫一點比較 斜上的腮紅 我發現膚色變黑之後 腮紅好像沒有那麼顯色的感覺 然後用那個 椒藍的這個 仿曬粉餅 它長得超美的 然後我想要 試著畫個修容 我平常真的很少很少畫修容 但是我想說 不然今天就來試試看 不知道會不會比我的 現在這個膚色還淺 看嗎 有一點陰影出來 然後偏歐美妝容 都一定要很亮的打亮 所以我用看看 Chiara這盤的 右邊第三個顏色的打亮 這盤真的長得好可愛喔 跟它的品牌那個 眨眼系列是 有互相呼應的 好滿亮的 而且你看打亮在 比較黑的皮膚上 看起來是 效果更明顯 我的媽呀 也太亮了吧 打一點在鼻頭上 最後唇膏 我們用這個 Huda Beauty的唇釉 想說你知道 歐美妝容 他們都是比較喜歡那種 大霧面的那種唇彩 它其實就是比較偏裸色的 我今天畫一個 比較故意超出唇線的 唇 看可不可以比較封唇效果 這樣子有沒有 嘟嘟唇 然後畫上去濕的 然後稍等一下 就會變成霧面的 好的 妝容完成 那我去settle一下頭髮 看起來會不會就是 你知道整體更有感覺 怎麼樣 綁一個 Ariana的那個 馬尾 但我短髮最多 就是這樣 極限了 我看去settle上 就已經真的覺得 哇賽 這個 這是我嗎 好黑喔 我的皮膚 所以大家知道 我如果之後曬黑就是這樣 啊手不小心露餡 曬黑就會變這樣 好 我現在就是走出去 突襲一下皮先生 看他看到我這個 膚色的反應是什麼 欸 你看我 你是燒焦喔 有黑嗎 帥嗎 我看來有點看皮膚欸 因為這裡有點黃 先去裡面看喔 好 欸你看 你在我旁邊好了 我們來比對一下 哈哈哈哈 你好黑喔 你好黑喔 我好黑喔 這是黑還是紅 很黑啊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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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嗎 嗯 有沒有蔡詩雲的感覺 你這樣黑眼圈好像比較淡喔 我沒有遮黑眼圈欸 我說這樣 那你曬黑 曬黑的黑眼圈就比較看不到 曬黑就不用遮黑眼圈了 那你要不要曬黑看看 你對我這個 健康膚色妝容反應有什麼 心得 評價一下 你近一點變緊身了 表達一下你的想法 我現在比你黑 你覺得怎麼樣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你女友變健康膚色嗎 不知道欸 好像 不太行 還是喜歡白的 對啊 好啦 訪問完畢就這樣 哈哈 有沒有 有黑吧 這是健康膚色還是109拉妹 健康膚色啦 就是那種 那個 金卡達夏家族之類的 他們都會這樣 可是他們有翹臀 下半生神略 好啦好啦 那就這樣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 就是比較 輕鬆的挑戰影片 那就 下次見囉 下次想看我挑戰什麼 也可以留言給我 搞不好我覺得 不錯的主題 蛤 關公中龍 坑中的頭啦 好啦 那就這樣 喜歡這次面 歡迎幫我一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來卸妝 以免大家忘了我多白 拜拜 下次見